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做 龜殼滑架 我要準備的材料 四條線 還有這些道具 這四條線 我們開始來製作 這個線縮起來 四條線是四號線 我們 其他 每一條四號線 是 九十公分 我們開始來製作 四號線 對齊 我來打一個 死結 這拉開 這邊扭過來 這邊 你把它扭過來 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在上面 這在下面 兩塊在一起 好啦 這邊的線 鑽出來 壓兩條 回去 好 換這邊 這拉出來 拉出來 換這邊 這邊剛好 壓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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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邊過來 剛好 壓 挑 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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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樣一拉過來 變成這個形狀 好,我翻過來 把這個放大 放大 因為我們要加線下去 這邊也一樣 這邊也一樣 這邊也放大 差不多這個樣子齁 這邊 再放多一點 等一下我們要加線 加下去 等一下我們要加線 好啦 開始啦 我們先用 白色的線 那這個就 在它的內側 一直跟 跟過來就好 這內側 好 那拉 拉的資料 差不多一樣 我們開始 繞內側 繞內側 內側 這來繞 一 一 二 過去了 這個把它排整起來 內側 繞過來 這邊繼續 穿 壓 穿 壓 好 這可以排好了 跟著外側進來 跟著外側進來 外側 好 繼續 繼續過來 好 這個排好了 再跟過來 這邊 這邊 壓挑 好 來 再跟過來 不要重疊 不要重疊 是平行的 好 再過來 再過來 平行的 好了 再過來 再過來 好了 那這個都是平行的 好 那再來補線 第三條 第三條 當然你 什麼顏色 你都可以配 我們還要配 我們還要配過去 也是跟內線走 長度差不多了 繞回來 好 來啊 回來了 好 好 這麽機器 排好來 這個要排平 並排 都是並排的啊 然後繞回來 並排 然後繞回來 再往上繞一圈 再往上繞一下 平行的啊 就這樣 跟著繞 好 他已經 繞出三條來了 這邊排 之後呢 第四條 一樣也是 拿過來 每一個 穿過去 那這樣繞一繞 繞得好了以後 我們四條線 通通繞好了 繞好我們要調整 調整 這個 這個 我把它拉緊 對不對 拉緊好了以後 我們開始來做 這個當面 當然這邊也可以當面 當面的話 我們把它折過來 好 我們先 把這個 處理掉 我們先把 這個地方 大約在這個地方 不能這樣 會看到 再進來一點點 再進來一點點 這樣太長了 進來一點點 好 我把它剪掉 這個就不要了 之後呢 你看喔 我們澆水 這邊 塗滿了多澆水的 好 我一條一條來 這是最 最後面的一條 過來 最裡面 在第二條 第三條 拉過來 第四條 拉過來 那 稍微好了以後 我們這個 移過來 跟它 幅度是一樣的 拉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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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來看看 翻過來看看 這個 跟這個 幅度差不多的 可以了 可以了以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剪掉 這個也不要剪掉 之後 我們需要 一片這個 有色的布 要貼在這裡 這是 不好的面 這是絨布的面 貼好以後 我們 按照 這個大小 去修剪它 去修剪它 好 修剪好了以後 就會 像這樣的一個 情形 這樣過來 好啦 這個修剪好了 我們一樣 我們的 膠水 丟完了 然後 放到這裡來 到這個邊緣 好了 之後 這輪布 啊 我們剛才剪好了 就這樣斷下去 對 那最後呢 一樣 我們再把這個連場器 就是 這個地方 連多一點 哈 這連起來 壓著 反過來 這邊 它就會 變成我們今天要做的一個作品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謝謝大家 謝謝